第七场时间 三班宝1200米 这一场首选择了5号的进开眼 这一匹马上季尾的时间 在6-7的时间 赢了两场头马 当然当时是52和61分 现在比他稍高 但近两场的表现似乎在三班宝1200米 都很硬正 可以再拿下头马 看回这一场六四种场次 就是上一场跑的时间 放在前面走的一队 鑽德旺和刚刚再赢的竞技勇士 差一些捕捉 而相对这一场再跑的 还有银亮之星和藤龙超影 都是比进开眼相对较赚的 而入到直路的时间 还要走着四蝶弯位 这一队就是进开眼 回来的冲刺就相当强劲了 它在前面名刺的马匹里面 是较赚的那一匹 所以今次相对几只马 再重遇时间 尽开人的档位 没有上以差 应该走位的形势 比较好些 而这一只贵尾马 金股齐鸡齐鸣齐齐 都是六笔一种长刺 是对铝过的 先看看极速王 在上一场走位 看片之前 不如留下金股齐鸡才播 我主要想说极速王 其实他除了第一批 赚多少部速和场地之外 其实这三场 由589、627和681 这三场 他都是各自虚了些东西 589那场 无端的跟前一直路 就捐到里面 就有些不力的场地 然后上一场 前一场走着四蝶 沿途就非常虚毁 上一场的极速王 就用回流后跑法 在他前面 还有一只金股齐鸣 可以一起去看他 先说一只极速王 入到直路 人明来很快 就捐到里面 但那天里面 不是那么好 走中档的连连王 跑线和红旗鸡最好 而捐到里面的极速王 是持续有扑上来的 我觉得他上一场走势不差 而中间那一只金股齐鸣 再入到直路的时候 再左沿 之后也有翻施之力 再扑上来 这一只极肩体育马 今次就用到潘迪压阵 但是荡位 可能 预计走位 没有寄出王 那么利落 或者意思是 形象可能会差一点 所以又会热一点之下 我在排序 直拨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 极速王金庄 可能的形秀较好 先放第二选 金股齐鸣 就退下来 放第三选 再选下去 但是呢 醒目涌区和掌进 两只比较 我要回醒目涌区 因为佳因 他对的对手的级数 似乎比之前的 奔雷 红旗星将 金枪60 同乐日 有迎起的 会更加强 比掌进 上一场对的 欧洲巨星 走行军天 而上一次的掌进 即近这两场 都是守在 玻璃 是比较好的位置 今次排八档 又转到三班的对手 所以 纵使上一场的 醒目涌区 是赚了 那天的外档 有利场地和成长 一起监 但是那个能力上 似乎较多证明 就在醒目涌区身上 所以在第四算 我要回他 掌进 今次可能会更加弱烈的形勢 不要到他了 在第七场的时间里 选了5号的 晋开眼 6号极速王 7号金股齐鸣 和射马醒目涌区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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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是